接下來再來算一算吧 這個叫做做實驗 質量20公克 絕熱良好就表示熱量沒有進出 容器內的公園 每分鐘給100卡 測得了它的溫度時間 關鍵圖如誘圖 假設容器所吸收的熱量不計 你們所控告的 大部分的題目都這樣子 就是我把 容器裡面裝水 然後丟一個銅塊 這個時候那個容器 我們通常都是不算它的吸放熱 但是有一種題目例外 我告訴你 我拿一個銅製的容器 裝了水 往裡面丟一個銅塊下去 我有告訴你銅塊的比熱 這個時候那個容器 的吸放熱就要 正進去 我覺得就是他沒有提那種什麼玩意 就當作他沒有這東西就不存在 又不計 請問你它的 融化熱是多少 你是要先了解 哪一段的吸熱 是當作融化熱 哪一段的吸熱 當作融化熱用的 哪一段 圖上面哪一段是當作融化熱用的 兩分鐘到六分鐘 你有聽懂嗎 你有看到嗎 OK 你要會要知道 好 哪一個是我的融化熱 融化熱就是MXQ 一公克二十卡 兩公克乘二三公克乘三 所以MXQ 所以我要知道它總共吸熱吸多少 然後有多少質量 才會求出我的Q 所以兩分鐘到六分鐘是融化過程 這個是我們剛才講過的時候講過對不對 所以兩分鐘到六分鐘的吸熱 就給融化用的 就是跟融化熱有關的 所以一分鐘要給100卡 兩分鐘到六分鐘 所以有乘以六乘 點二乘以四 所以有400卡 那我質量是20 所以乘以Q 所以算出來 20 答案C 答案C 簡單的運用我們的公式MXQ 然後看到圖 知道哪一段在做融化 然後你就把答案算出來 簡單小問組 OK 現在呢 這個 這個它說呢 20公克固體 絕熱良好 每分鐘給50 然後用圖所示 然後呢 融氣吸熱不激 請問你 A選項是問融點 那個融點的直接看 直接看 圖就會曉得的 然後呢 朱選項問八分鐘的是什麼 碳 那也是直接看圖 就曉得的 不用算 要算的是我們的B選項跟C選項 固體比熱或者融化熱 這是要算的 其他的兩個不用算 那答案多少呢 停車戰界問 答案多少呢 帥哥男 有帥哥男嗎 有 有 34 34號 你的答案 你要算的只有算 B選項跟C選項 如果你用看 如果你用看就知道A對 或者知道豬對 那就不用那個了 啊 你說什麼 你說C嗎 你選3C 請坐 你選的答案叫做C 看圖 看圖就知道融點45度 這個不用算 看圖就知道了 4分鐘到12分鐘叫做融化過程 所以4分鐘到12分鐘是所謂的故意共存的狀態 所以的豬選項也是錯的 然後0到4分鐘是固體 如果你要算固體 比熱就要算固態的時候的吸熱 圖上面0到4分鐘是固體 這個時候的吸熱是固體的吸熱 它是有溫度變化的 所以公式叫做H等於MSDT 質量有嗎 有 比熱要求 DT看圖就知道了 然後熱量呢 1分鐘給50卡 0到4分鐘呢 可以算出來熱量有多少 怎麼到裡面帶 1分鐘50卡 有4分鐘乘以4 我的熱量 質量呢20 比熱不知道 你要拿第一圖上顯示 10到45度 所以45-10 後面就數學 砰砰砰砰 砰砰砰 砰砰砰 答案是7分之二 所以呢 我們的B型箱也是錯的 最後呢 要求的是融化熱 幾分鐘到幾分鐘融化熱 4分鐘到12分鐘 4分鐘到12是融化過程 這個時候吸熱就是融化熱 公式M乘以Q M乘以Q 1分鐘50卡 4到12分鐘 8分鐘 所以50乘以12-4 這麼多的熱量 M20Q不知道 算出來 每公克20卡 所以答案就是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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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要算 這是要算的 請你理解 那個B跟C選項 我們是怎麼求出來的 理解一下B、C選項 我們怎麼求出來的 一個是有溫度變化的 我們要帶MSΔT 一個是沒有溫度變化的 我們要帶H等於M乘以Q M乘以Q 這就是我們一個簡單的練習 讓我們求融化熱會有多少 OK